現在是疑嬰 這個本身入境處在IG的帖子中 也出了一個帖子 就說有一個高手來了 高手是誰呢? 就說入境處處長 郭俊鋒 他就說 原來他跟奧蘇利雲很朋友 奧蘇利雲因為申請了優才來香港 那樂戶的原因呢 他裏面有說 就說 他欣賞香港什麼呢? 其實他沒有講什麼長篇大論 拍一條片 他就說 他覺得 在香港的期間 以往在香港有一段很好的日子 有很多很好的時光 有疫情的時候他也有打球 大師賽也有打球 二年二三年間他也有打球 其實是 那麼我享受了很好的時光 我記得那時候 戴著口罩 他都在行山 我記得是 那時候奧蘇利雲 那時候沒有戴口罩 那時候 零一都見過他說 跑這個金督池馬勁 他也有說過 如果不去到打黑著球 打Slogger的話 他是會去到做這個跑步教練 亦都有人找他去到做 是 那他就 唉 這些就是真的幫你手了 你說誰都沒有用 這些大陸人 大陸人不會跟你說好香港故事 大陸人你抽完你水 找完你笨之後 反而還要這個叫做趙元昌 你看到奧蘇利雲 其實就完全兩回事 真是給到 李家超 他都說陳茂波所需要的東西 他就說 在香港有一段好好的日子 認識了好好的朋友 享受食物 放鬆生活 香港打球 和朋友聚會 這些這樣 他又喜歡香港行山跑步 那三條跑步路線 他都玩過了 警釋優美 榴槤忘返 不想回家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榴槤忘返 就是這個意思 而最重要 他後面還加一句 有好的稅制 這個時候 是不是 就是往現在英國 而英國人來說 心裡會面刺一刀 真的 說粗口 馮同學 不止一次 去說 anyone 不公黨 我不需要說 因為我從來都是這個立場 不僅是因為我是保守黨的身份 本身我覺得 其實在支持香港人的立場上也好 另外 我們香港人 或者比較幼一點 那些比較左膠的政策 不是香港人 不是我們 我們一杯茶 你想一下 以前摸哥 我們撐摸哥 還撐摸哥 但是他說的 那些經濟立場 我們完全是 恃之以備 一場相識 就不罵他 那意思 看看 奧蘇利雲來香港 連登仔 其實都在圍觀 又說 可以玩城市經濟 有奧蘇利雲 其實你外國人來說 之前美國有一個 就是申請優才計劃 就是 Staphine Marbury 前NBA 是不是 現在英國有一個 奧蘇利雲 至少 你不要說有幾多 至少有一個代表 其實都不止的 我記得在Flex裡面 建制派都在推銷 說有些中小企老闆 其中一個是瑞典過來 香港那裡也說 因為瑞典的治安變差 加上瑞典 他覺得瑞典的徵稅是比較高 所以就下來香港 欧洲 欧洲 哪個國家低於香港 沒有一個國家低於香港 當你想想 我們見到英國那邊 加稅加到巴巴聲 李韻程都敢說 我們普遍的那個稅 都比歐盟還低 那你就知道歐洲的稅 有多重 很難得 你一講到這個 加稅的問題上面 我真的很難 很久沒見過 不過不是 我看看 英國媒體怎樣看奧蘇利雲 再補充一下 這個是鏡布 鏡布沒有什麼立場 它就說 Long time level of Hong Kong 你看看英國媒體怎樣去報這件事 暫時來說 我剛剛去找 好像很少有 很少有的英媒有報 等一下 你這樣 很少的媒體有報 奧蘇利雲的一宗新聞 有沒有 等一下 我先看看 我曾經回答 我曾經回答 阿摩利 Hidari 他說 愛爾蘭不是低稅 我記得愛爾蘭是針對公司的 不是自己本身低稅的 低稅一些 你看到都是小報來的 大報沒有什麼 怎麼說的 Burkmingham share Burkmingham live Lottingham live Sporting live 這些 BBC 或者是 那些大媒體 都沒有 都沒有怎麼報 因為其實 這個很明顯 他在講 唱空的香港 或者不sassy 英國人移居香港 算怎樣 是不是 有錢人 這樣移居 是很正常的 最重要 一件事 我們早幾個月都已經講過 其實是由這個 英國大選之前 富豪已經大逃亡 是由你取消浪當開始 浪當的稅務 因為開始已經大逃亡 所以對他們來講 根本不是新聞 好了 我想問 因為現在你取消浪當 這個就是正所謂 這個就是UK MRPF 他做了一個很簡單的總結 你取消了浪當 就是說 就是叫做全球徵稅 以往來講 我們就說 如果你在英國 不住足超過一半日子 多少日子 那他就說 不需要交這麼多稅 或者一個稅 要有折扣 對不對 那變了 你會 make sense 我們要知道 這個影響很大 我想也都會影響到奧蘇利雲 奧蘇利雲可能就覺得 喂 我保留英籍 其實他現在去申請 優才計劃的話 他英籍保不保留 都有 他沒有說不要英籍 但是他不訴 為什麼呢 他沒有說 他一定不會說 究竟會不會保留英籍 總之他現在 就有香港身份證 但是這個取消浪當 會不會影響到他呢 因為我正路來講 他不會取消英籍 是不是 會的 會影響到的 他現在有一個香港的居留權 但是他沒有說 就是申請入籍香港 沒有的 但是同時間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這麼喜歡來香港 原因就是 你來得香港 你就不會雙重徵稅 你交了香港稅 你只要報回去 英國就不會收你錢 OK 你在香港賺的 那理論上 如果他要拿這個優財計劃來香港的話 稅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我們估計 所以 現在他要拿這個優財計劃 是合理的 如果由此路盡的話 奧蘇利雲 行得通的話 他可能會向很多英國的富豪 招手 是否 你看到 誰都害怕了 大樓都害怕了 要賣樓 是否 早半年的時候 英國富豪大逃亡 最主要是去哪裏 反而是去了美國 很有趣的 新加坡 杜拜 美國 最主要這三個地方 香港都未必是 我們那時候在說 香港都是富豪流失的 我們昨天才在說 上個禮拜 施永清教國AM730報道 山頂區少了三成人 是不是 是 好了 我聽過之前有朋友說 因為知道英國太高稅 希望做全球公民 周圍走 可以省了英國的稅 可以去台灣住一段時間 然後去日本 然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其實他們不講細節 想做數碼遊牧民 然後也都享受本BC帶來的福利 就應該是要找 第一 就是香港沒有引渡協議的地方 第二 就是要找 和英國有這個 double tax 就是順順無呼應的地方 引不引渡協議 是那些政治上敏感的人 因為很多BNO的人 都沒有這件事 都不關心這件事 就是不想瘋我們 為什麼 起碼他怕就說瘋我們 是的 第二個 point 是最重要的 就是和英國有沒有這些稅務協議 只要任何一個地方 其實他說都很容易找的 新加坡都可以 只要你的稅率低於英國 我就長期在那裡 新加坡可以是 馬拉可以是 甚至好像日本都可以是 所以有稅務協議的地方 你就會選擇 說去東京 是的 但是東京的成本高 不過不是香港 新加坡的成本都高 其實都很難避 其實都 不過這麼說 很簡單說一次 如果納東取消了的話 這個我想就是 這個我想就是 直接可能促使了奧蘇利雲 選擇申請優著 而優財 高財通這些申請是很快的 其實在 他這些有錢人 一早聞到就沒有 他行這一步 一點都不出奇 如果奧蘇利雲 可行的話 恐怕你現在的特區政府 利用低稅制這個賣點 向更加多這些 好像奧蘇利雲這些 high earning 的一些 這些人士去招手 他們就起碼 填補到 你說豪宅 或者中上架樓 那些這樣的樓室 那些地板上面的樓室 起碼就是 這個 這個就反而 這個就益了香港 益了港共 那這個就解得通 為什麼昨天 高天佑說 豪宅大千歳 前日很多外國的CEO 都回來 用自己的錢 至少英國 至少英國 渣打 匯豐 都很多高層 就來了香港 所以如果你說 在稅率上面